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邪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流美幼童》 在今天的中国,留学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为了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 同时认识世界,开拓事业 年轻人在大学期间去国外大学联合培养一下 或是本科毕业后出国读个研究生 甚至高中初中就出国读书都很常见 但是你知道,中国第一次向外派出留学生 是在什么时候呢 那是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前 当时的中国还在清王朝统治下 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出现了三千年未见的大变局 他们试图扛起国家的命运 愿意效法西方,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 从1872年到1875年 清政府先后排出四批 共120名官废留学生 他们远赴重阳,留学美国 在历史上被称作留美幼童 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开启了中国人留学海外的潮流 不过这批人的命运坎坷 他们中间虽然有著名工程师詹天佑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 但幼童中的大多数人默默无闻 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留美幼童》这本书 说的就是这批人的故事 不过想要讲好他们的故事并不容易 在这本书之前 关于幼童的历史信息分散在中美各地 《留美幼童》的两位作者花了很大精力 才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拼接起来 这两位作者其中一位叫钱刚 是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 另一位叫胡靖草 原先是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编导 这本书创作的同时 同题材的纪录片也在制作之中 可以说《留美幼童》这本书 是让大众了解这段历史全貌的第一次尝试 在本期节目中就由我来讲述《留美幼童》的故事 看看这样一个陌生的人群 如何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在开始之前有一点需要注意 当我说起这一批官派留学生的时候 哪怕故事中的人物已经年纪很大了 我还是会用幼童来称呼他们 在这里 《留美幼童》是一种身份 一种封号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介绍这本书 第一 《留美幼童》的计划是怎么诞生的 第二 《留美幼童》这个项目 都遭遇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第三 历史上的《留美幼童》 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好了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留美幼童》的计划是怎么诞生的 《留美幼童》的出现 和一个特别的人物分不开关系 他就是荣洪 1828年 荣洪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 这里也是孙中山的故乡 小时候 荣洪的家里很穷 没办法供他上学 他的父亲只好把他送到澳门的一个教会学校读书 这所学校不用交任何学杂费 他的校长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牧师 名叫伯朗 1847年 伯朗牧师回到美国 他随行带回三个中国学生 其中一位就是荣洪 到了美国之后 荣洪先是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大学预备学校读书 三年后 他在慈善组织的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 历经四年寒窗 荣洪成为耶鲁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毕业生 直到今天 耶鲁的校园里还悬挂着他的画像 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 荣洪就开始酝酿一个中国留学生计划 他觉得自己既然远赴崇洋 受到了文明的教育 不仅要把自己的所学用在中国 还应该让更多的同胞复制自己的道路 让西方的学术帮助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 1855年 荣洪怀着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中国 但他并没有得到重用 他在广州香港转了一圈 最后来到上海 经营生思和茶叶生意 但无论做什么工作 他最憧憬的事情始终是帮助更多的孩子出国留学 接受西方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不过荣洪也知道 这件事靠他一个人是做不成的 他得打动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才行 荣洪最初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 1860年11月 荣洪冒险前往天津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在那里他拜访了干王洪人干 向他提出了七点意见来推动中国现代化 洪人干曾在英国治下的香港生活过 在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中 是对西方建设较广的一位 他的资政新片就是一部相当西化的政治纲领 荣洪人干对荣洪非常赞赏 觉得他的七点建议 与自己的资政新片不谋而合 可惜的是 荣洪人干在太平天国做不了主 而天王洪秀全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 荣洪在天津等了很多天 最终等来的是荣洪人干的一个包裹 里面是一个四等爵位的官印 这个意思很明白 你要做官可以 要做事不行 于是荣洪对太平天国死了心 太平天国不行 就只能寻找清王朝的可能性 1863年 一个机会主动找到了他 当时 曾国藩从身边的学者那里 听说了荣洪这个人 于是主动约见了他 并把荣洪收作自己的幕僚 此后 荣洪对曾国藩派上了用场 他去美国购买机器 协助总办丁日昌 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管理经营工厂 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荣洪也不失时机 多次向曾国藩提议 派遣幼童 出洋留学 希望能得到这位 封疆大吏的支持 在江南制造总局的日子里 荣洪还结识了 另一位大人物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大家都知道 在学习西方 发展洋务这点上 李鸿章 比他的恩师曾国藩 走得更远 更着急 在和太平天国作战的时候 他的怀军 就开始采用西法操练 甚至军队的口令 都一律采取英语 1864年 在给皇帝的一个奏折中 李鸿章对洋务的想法非常明确 他认为 中国要想自强 就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 要做到这一点 最好的办法有两个 一个是买来机器 自己加工生产 另一个是培养通小科技的技术人才 所以李鸿章很容易 就被荣洪的幼童留学计划打动了 1871年8月5日 当时的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 和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就刘美幼童的计划联名上奏 在这份奏折中 曾国藩和李鸿章 把刘美幼童计划称为 中华创始之举 古今未有之事 他们提出的具体规划是 在各省选拔10到15岁的聪颖幼童 每年选30名 四年共选120名 让他们分批搭船复养 在美国留学 留学的期限长达15年 期间 政府负责幼童的衣食住行等 全部开销 另外政府还会资助这些学生 让他们大学毕业后 在美游学两年 15年后 这些留美幼童按年分批回国 听候总理衙门调用 那个时候 幼童正值30上下 正是年方力强 可以报销国家的时候 1871年9月9日 总理衙门收到了皇太后的批复 一亿 亲词 短短的四个字 却字字千军 前五古人的幼童 刘美计划 从容红的梦想 变成了激动人心的现实 好 就像一开头说的 刘美幼童这件事 和容红这个人息息相关 为了这个计划 他奔走了17年 但是我们不应该 把刘美幼童的缘起 全放在容红一个人的身上 否则 这就成了一个 好莱坞式的励志故事 历史 永远不会这么单纯 通过容红这个直接的原因 我们应该还能看到实质的因素 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历史大事 那个时候 中国施法西方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的高层不得不放下天朝上国的身价 承认西方的先进和自身的落后 并决定以西方为参照 对中国的未来做一些设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出现了洋务派 开始把时宜制宜 中体西用辅助事件 而留学计划 也是洋务运动中很自然的一招棋 换句话说 刘美幼童这个计划 是荣洪在清政府高层人士曾国藩李鸿章的帮助下 竭力促成的 是历史的合力 不过 刘美幼童是前无古人的一个计划 那么他都遭遇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了 首先 这个刘美幼童的计划 在刚开始招生的时候并不顺利 清政府对于刘美幼童给出了非常优惑的待遇 那些孩子们可以在外国留学15年 期间一切衣食住行 皆由政府开销 学成归国后 总理衙门还会安排好仕途 比起我们现在留学要自筹经费 回国后又要自己找工作 那条件真是好到天上去了 但是那么好的条件 在当时竟然吸引不到足够的人报名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是187几年 人们认为科举才是正途 而出洋留学被视作异端 荣洪他们花了好大的功夫 才将120个名额凑足 这120个幼童中没有一个是八旗子弟 也没有汉人高官的孩子 从1872年开始 这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少年 从上海登船出发 陆续前往美国 很快 他们就会遭遇新生活与旧传统的碰撞 一开始 一切看上去很美 这些留着长遍的少年 来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 他们惊奇于美国的铁路 电话和留声机 为了让这批年纪尚小的中国幼童 能够尽快学习英语 并获得家庭的关怀 与荣洪对接的康涅狄格州教育局 决定把幼童分成三五一组 直接寄宿到美国人家中 那些报名接受中国幼童的美国人 多是牧师 医生和律师 他们的家庭比较体面 也热情友善 乐于和人打交道 根据幼童李恩赋的会议 他当时被分配到 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家庭 家中的女主人和蔼可亲 一看到李恩赋 就把他拉进怀里亲了一口 这让李恩赋面红耳赤 因为那是他出生以来 得到的第一个吻 之后 他们被安排进入 当地最好的公立学校 学习英语 数学和自然科学 到了1876年 这些留美幼童 还出现在费城的世界博览会上 受到了美国总统 格兰特将军的接见 当地报纸说 这些孩子各个聪明伶俐 举止端庄 但是 这些留美幼童 在西方学习的同时 还被要求 不能丢弃中国的传统 这个要求 直接来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在这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看来 中国遇到危机 需要向西方学习 但是 这个学习有一个限度 那就是中体西用 留学生的精神世界 要讲求传统的人伦 是不允许西化的 那么 怎样才能保证 这些留美幼童不忘本呢 清政府为了看管留美幼童 专门派出了官员 在美国康涅迪格州的哈特福德 买了一栋楼 成立了叫留学事务局的办事处 在美国家庭寄居的留美幼童 必须定期回到这个留学事务局 学习中国功课 这些传统必修课 首先是经典作品 包括传统的五经 也就是诗 书 礼 义 和春秋五本书 另外还有一本孝经 启蒙的读物 则是宋代理学家 朱熙编写的课本 小学 另外 朝廷颁布的法规 国朝律例 康熙皇帝在17岁那年 对老百姓讲的 圣誉广训也在其中 每隔一段时间 留学事务局的楼房 便会传出诵读的声响 从观观居鸠 在河之舟 到敦孝替一众人伦 读宗族一朝幽暮 应有尽有 但是 这种方法 能保证留美幼童 身在美国 心在大清吗 答案 似乎是否定的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留学事务局的官员 看着幼童们 越来越洋派 越来越西化 他们捡去辫子 抒起了小分头 脱去了紧缎小袍 穿上美国学生的运动装 在寄宿家庭 他们参与美国家庭的 餐前祈祷和周末礼拜 在学校 他们划船 溜冰 跳舞 唱歌 野营 拨一乐乎 眼镜这些幼童们 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 清政府官员的感觉 不是欣慰 而是担忧 差不多到1880年的时候 留学事务局的官员觉得 留美幼童的西化 已经非常严重 如不采取行动 严加约束 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 他们开始加强对幼童的管教 甚至采用了体罚的方式 但是那些责罚非但不管用 反而激起了孩子们的叛逆和反感 背地里 刘美幼童 开始把哈特福德的留学事务局大楼 称为地狱之屋 会认为FT exist 以依旱的先生方 なん不忘了 感谢观看